記得就是說最後你那個程式的話 還有一個部分蠻重要就是什麼 就是說 他的那個縮排部分 比如說有同學是原來 就是不縮排吧 要不就是縮成這樣子 這個 其實說真的 程式如果說 為什麼 我剛剛是這樣啦 假設有的人是全部把它打在這樣子 打成這樣子 說真的 第一個我會覺得 光看程式我就覺得痛苦 那為什麼你會發現我會特別強調一定要按個TAB 就是說 它會有結構性 那哪邊需要縮排 第一個就是 我們SUB是第一階嘛 就最外面 再來就是FOR圍圈 FOR會有NES 所以我會把這個選起來 然後 就是FORNES FORNES裡面的東西呢 讓它再下一階 有沒有 OK 然後再來就是說 IF裡面如果這個裡面有1V的話 然後IF裡面的東西又一階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大概會有一階 就是 在SUB下一階 然後FORNES裡面又下一階 那如果有IF的話呢 又是下一階 OK 這樣看起來 程式會 比較容易閱讀啦 然後 有FOR有NES一定不會錯 有IF有NDES也不會錯 因為 他們基本上都一定是一對的 也就是缺 有頭迷尾 就是錯 他也不會RUN OK 所以大概就這樣啦 你慢慢習慣之後 我想 就會 比較能夠掌握 再來就是說呢 程式要不要加註解 其實導入法 像我這個寫完之後 沒有加 如果你要加註解的話 我的講義裡面是有註解 還有我雲端上面是有註解 就是一是回圈範圍 二是 找錢刮虎等等的 那我其實如果把這一段 Ctrl C 然後呢 我把它貼到剛剛這一段 Ctrl V 雖然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因為加了註解 但是多很多行是沒錯 可是你會比較知道說 到底下面在寫什麼 不然有的時候 有同學是真的照著講義打 打完之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知道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我上面會有一個 1 有個2 有個3 然後裡面的話就有敘述 這個東西主要是幫助你們了解 有點像 程式裡面加一些筆記 至於要寫什麼 你其實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寫 不見得一定要打 照我這方式打 因為這個是我寫給我自己看的 OK 所以 這個註解 當然 可有可無 可是有的時候我覺得 對於初學者 初學者來說 應該是必要的 因為 就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已經這麼熟了 我認識他 可能要超過 20幾年 快30年了 所以我跟他跟老朋友一樣 我們根本 溝通 毫無障礙的 但是你們不一樣 你們才認識多久而已 對不對 所以 如果需要的話 我建議 加個註解 註解的習慣 前面一定單以後 然後呢 步驟我習慣是會加1234 這個是我的習慣 未來如果你自己可以養成你自己寫作的習慣都沒有關係 這個我想跟各位說明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做完了 並且把它做個按鈕 按鈕自己會吧 應該前面講過 按一下 OK 按一下 不OK 有沒有 如果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些狀況 假如說 比如說有什麼狀況 比如說我同學寫錯的 大概是這樣 假設 比如說他前刮鬍後刮鬍顛倒 我們大概因為 假設 比如說應該是前刮鬍在後刮鬍 剛好 如果假如是類這種例子 錯誤的話 該怎麼解決 比如說我今天清除 然後再把它前刮鬍 沒沒改到 OK 假設了 我們 因為有的時候 同學會問一些問題 那 我 沒辦法回答 只要有一些 我 每次做的動作都標準化了 所以基本上不太會做你們那些動作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們到底 可能發生的錯 我如果看到 我會 大概把它 就是 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遇到錯誤 怎麼解決錯誤 OK 比如像這種情況 你一執行 他一定會錯 执行 優標放這邊 执行一下 他會出現錯誤 以後呢 因為這個畫面我比較少看到 說真的 可是你們蠻常看到的 為什麼 因為 你只要有一個步驟跟我不一樣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不過你看到這個畫面也不用緊張 因為你是初學者 初學者一定會常常看到他 看到他怎麼辦呢 接下來你要冷靜 一定要冷靜 一定要冷靜 一定不要 荒了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都很好找 如果你一旦說 你一緊張 亂改 改來改 最後 不知道自己在改什麼 反正你就一定會有錯 一定有錯 那錯在哪裡呢 其實你只要冷靜看就馬上看出來 像我有時候看同學程式 我一掃過去馬上就看到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很清楚 該有的東西你就要有 不該有的就不能有 那我的技巧在哪裡 我覺得這也是書本上學不到的 實務經驗 一請你按 偵錯 二的話呢 他停在這裡對不對 沒有關係 像我的習慣 我會把游標放在變數上方 他這個時候會告訴你 目前 他裡面放的值是多少 9嗎 OK下一個B是多少 3 那你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為什麼 應該 錢瓜糊一定是比較數字小的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剛好 什麼數字 什麼 剛好顛倒 那顯然一看一目的就 就馬上可以看到 那怎麼改 很簡單嘛 有沒有 所以你就馬上這個 有沒有 後瓜糊 錢瓜糊 那我的習慣 把它搬過來 把它搬過來 對不對 這樣就OK了 好 那 那 怎麼把它結束掉呢 其實很簡單 上方有停止 你要不就是 把它停掉 對不對 停完之後再重新執行 這一個方法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把程式 拉到你剛剛改的這一行 讓它重跑 也可以 兩個方法都可以 OK好 看你習慣哪一個 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就停止 這個要停止 停掉 再重執行 我的習慣是 如果我改了 因為我覺得 VBA這個蠻好的 因為它還可以讓你倒車 有沒有 倒車的話呢 你就讓它跑嘛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技巧 增錯裡面有一個F8 F8就是 因為你如果直接執行這個 它全部跑完了 那如果你希望程式不要一次全部跑完 能夠一行一行慢慢跑的話 那你可以再 學會一個叫 主行 然後後面有一個叫F8 有沒有 你就按F8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你在黃色的狀態喔 特別說 箭頭黃色的狀態 這個叫中斷模式 你可以按F8 之後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A上面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一個一個 慢慢的去Check OK F8 B是不是 變9 對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然後在F8 有了 再執行 對了 如果 你想說 我Check三四行就夠了 剩下來你就 不要在F8了 你就是按它 全部執行 全部跑完 OK 這個部分的話 順便講一下 因為 我 如果都講正確的啦 我發現很多同學 會 中間有些地方會漏掉 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那個出錯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 主要的重點 如果你發現錯誤喔 記得喔 有些小技巧 這都不是書本裡面看得到的喔 游標放在上面 看一下變數 如果有錯請你停掉 重新執行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箭頭往上拉 然後讓它F8 F8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能夠 就是說在寫作習慣上面 比較細心沒有錯 那你自然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但是 難免會出錯啦 怎麼可能你一次就可以 完美的把它寫出來 又不是 寫很久的人 對不對 那一定會出錯 出錯沒有關係 其實 犯錯是難免的 寫程式不可能說不犯錯 但是呢 你不能說犯了錯 你不知道 怎麼去除錯 所以我剛剛主要 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說 一些 遇到錯誤的 除錯的技巧 所以如果除錯技巧 你也會的話 那你也不用怕會寫錯 反正寫錯 大不了就改嘛 對不對 那改的技巧 就是說你 把游標放在上面 看一下變數裡面的值 然後再決定說 你要怎麼去改 OK 來 謝謝 謝謝